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有想过 我就欣赏你这一点 华姐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就一直想着 要当一名记者或者编辑 可惜没当成 不过能跟华姐这么优秀的传媒人 当好朋友 也算是梦想成真了 向莱小姐这么冰雪聪明 又这么会把握机会 要是进入传媒界 恐怕要有一大批记者失业了吧 华姐 你就别取笑我了 来 我敬你 一是感谢 二是希望 以后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合作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我就直接地说吧 我今天找你来 是有些事情想请你帮忙 来 这个送给你 我想请你帮个忙 华姐 你就让婉晴好好放个长假 你可以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我从来不会强迫别人做什么 更不会强迫别人不做什么 她的事情让她自己决定吧 我们这些外人 我怎么能是外人呢 于晴 我是她多年的好朋友 于礼 她还有可能是我未来的嫂子 妹妹关心嫂子 这有什么不对的 好了 我们吃饭的时候 聊这么多工作上的事情 我觉得 我真心地觉得 这餐饭有些浪费了 是吗 好 妻子 滑两手 她怎么知道 我们在这儿吃饭呢 我怎么知道呢 巧合吧 巧合 哪来这么多巧合啊 我们杂志社周边 就这几家餐厅 我们平时也会在这里吃饭 偏偏就是今天 偏偏就是这个时候啊 本来我还担心你 看来妻子还不错嘛 让你失望了 那你就真太不了解我了 我不仅不会失望 我还感到挺欣慰的 你会欣慰吗 当然欣慰啊 因为你没有软弱 没有一掘不振 这样才可以跟我斗啊 不过你别以为 你配得上当我的对手 我之所以希望你跟我斗 是因为我肯定会斗赢 我喜欢赢你的感觉 那天我去你的婚宴 一去我就不想要这个孩子了 我连我孩子的命都可以不要 你怎么赢我啊 你一出生就是明媛 本来我也可以跟你一样 可是老天爷跟我开了一个玩笑 让我没有办法享受这种幸福 我相信命 但是我不认命 这就是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 我牺牲了太多太多 你牺牲了什么 你没有啊 你一点诚意都没有 你说 老天爷会把奖赏给谁呢 所以我要提醒你 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就算最后我把你彻底打败 别人也会同情我 而不是同情你 我只想最后求你一件事 嗯 你说 无论你怎么对我 我还是希望你不要伤害两个人 就是灵天跟金帆 哼 夏婉婷 你会不会太虚伪了 嗯 我说的是真话 嗯 你不恨莫灵天 我不恨 你太假了吧你 对我来说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但我的生活还要继续 所以我不恨任何人 包括你 夏婉婷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嘴脸 很让人恶心 讨厌 cida 快冷掉一点 你的事 你不懂事 recommendation 这些小类疾症 你不可能同会 你死大概一括 我去买花筹啊 喂 婉晴嘛 我是奶奶 嗯 是这样的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想让你陪我去看看 金帆的妈妈 老夫人 请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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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过来 太太 老夫人来了 来 雁平 妈 你怎么来了妈 是啊 最疼你的妈来看你来了 最疼我的妈 你好吗 好啊 金饭没吃饭呢 我得给她做饭去 金鲁回来了吧 她不会又有应酬吧 我做饭去 我是怕她推了饭局 突然回来 饭已经做好了 金帆呢 就在那儿吃呢 我让佣人看着她 放心吧 得让她多吃两碗 正好长身体的时候 又挑食 让她多吃青菜 吃青菜长口口 金帆啊 她现在可听话了 她不挑食了 放心 真的 我给你介绍 这是 明秋 我的公主 我的乖乖女儿 来看我来了是吧 我的宝贝女儿 来看我来了 让妈妈看看 好漂亮啊 哎呦 你看长这么高了啊 我的乖女儿 哎呦 让妈妈好好看看 哎呀 真好 女大十八遍 人家变远好看 哎呀宝贝女儿啊 你的书包呢 妈妈给你买的书包呢 你最喜欢的那个 别怕 红色的 你不是要背着她上学吗 啊啊 啊 书包呢 啊 书书包因为我经常用 所以脏了 拿去洗了 我下次给您背过来 拿去洗了 还洗了 妈 您这还缺什么 我下次给您带过来 什么都不缺 你来就是我最需要的 金帆不乖 他不来看我 你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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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看我 妈高兴 妈 下次我陪您去看海吧 好不好 看海 看海 噓 看海 看海 颜归啊 你带太太出去走走 看海 太太 来 咱们出去走走 看海 看海 奶奶 金帆的母亲 哎 这是金帆他爸造的孽呀 我这次带你来 就是想把这个家的秘密 告诉你 已经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 金帆和明娇都还小 那时候 季云的心 不在这个家里 更不在燕萍的身上 有时候下了班 他不回家 一连好几天 就住在外面 燕萍问他 他就说 工作忙 开会 出差 时间长了 直里总包不住火呀 他 后来就被 燕萍发现了 原来 季云在外面有个情人 就是来凤仪 对 就是他 他 当时 是我棒打鸳鸯 拆散了季云和来凤仪 硬是让他把燕萍取进了家门 没想到 他死心不改 一直和来凤仪还保持着联系 还在外面生了个孩子 就是来学 燕萍知道了 就跟他闹哦 怎么劝也劝不住 他们两口子 三天两头的吵架 动不动呢 就大打出手 闹得 家不像个家呀 那时候 金凡只有八岁 个性非常强 有一次在大场之后 拿起一个打火机 把这个家就给烧了 结果 大家都平安吗 后来 人们从火海中把他给救出来了 他只说了四个字 同归于尽 幸亏发现的即时 大家都被救出来了 也没有人受伤 只有燕萍 因为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醒来之后 就变成这样了 那这二十年以来 都没有治好吗 心病是没有药可治的 他时好时坏 有时候清醒 有时候就糊涂 犯起病来 到处骂人打人 你也在啊 如果你在这一个村子 我给你肯定是很难对 不但还想大家 你肯定是很难对 你肯定是一个人 想对那些人 在这里 就是润天气 那么不容易 我们大人还能扛得住 苦就苦了两个孩子 明娇还好一点 那时候她小只有四岁 所以记忆和恨 都不及金翻那么深 文晴 我知道你是个难得的好姑娘 在遇到你之前 我真的为金翻的未来担忧 可是你出现了 我觉得就像上天 把你派到金翻身边一样 你知道 在我们乔家 每个人都有一个新锁 可金翻新锁的钥匙 就在你的手上 你答应我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金翻 好吗 夫人你电话 喂 我一猜就是你 纪云 你打来得正好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是不是医生说你的病好了 不是 不是我的病 是明娇 明娇回来了 妈带着明娇来看我来了 明娇 明娇回来了 是啊 是我们的女儿回来了 哎呀 纪云哪 我们的女儿可漂亮了 真的特别特别漂亮 这是金翻在打电话 已经好多年了 金翻知道他妈妈 思念丈夫 可纪云呢 因为自责 又不愿意回来看他 金翻就模仿爸爸的口气 给妈妈打电话 这孩子 这孩子 千步好万步好 但凭这份孝心 我就知道他错不到哪儿去 原来他口中的秘密情人 就是他 是啊 明娇 我刚才跟你爸爸通电话了 我告诉他你来看我 他特别高兴 妈 我一下飞机就来这儿看您了 爸还在家等着我呢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你等等 明娇 这是妈妈亲手中的 你拿回去 天天看着 就像妈妈在看着你 妈 妈 真好看 谢谢您 傻孩子 跟妈妈不用说谢谢 妈巴不得把最好的都给你 知道吗 好好养着他 夏董啊 情况都不清楚了 不能清楚的再清楚了 现在乔氏的内部报表就在我的手上 还有几个绝密的会议记录我都看过了 说实话 夏董啊 这次要不是你放手 乔氏他早就死定了 说什么乔氏集团也是搜航空母舰 真到这份上了 您是不知道啊 乔氏这几年上马的项目太多了 资产是反复的抵押 现金流早就出现问题了 外表上看还是一艘航空母舰 实际上他内部早就空了 哦 乔氏集团啊 我早就知道乔氏会断送在他手里 还好夏董 你放走了莫灵天 乔氏拿到了莫灵天的计划项目啊 这五大银行才给他贷款的 而他手上急需要资金的三个项目 得到这次中心以后他才激活的 他乔氏集团当然不会对任何人说了 但是我们心里明白啊 不是他乔氏集团占了您的便宜 而是您夏董放了乔氏一马啊 夏董啊 您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呢 下一步啊 我们先别急着收网 让他乔氏集团先快活一阵子 这临天计划到最后怎么样也没人知道 咱们就来个骑驢找马边走边看吧 指不定最后谁胖了谁 谁害了谁了是吧 夏董啊 我认为 你才是真正动的做生意的人哪 好了你也辛苦了 就别费神拍我马屁了 你到澳门去玩一趟吧 那边接待的酒店都安排好了 还有知道你没别的时候 赌场里有一百万的筹码 随便散散心 好吧 夏董啊 谢谢啊 谢谢谢谢 不客气 好好好再见 谢谢 创创创 我明天回国这事儿只许你一个人知道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包括我哥 我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要是你说出去要了你的小命 妈妈放开我 妈妈放开我 救你 妈妈放开我 让我哥救我 你救我 妈妈 客气 喂 喂 你能干什么 都是吗 哎 我是Herry 我告诉你我的名字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我是Herry 什么 我是Herry 你的名字是什么 H-E-A-R-I-N-G Herry 啊 我是Herry 我的男朋友 再见 想死我了 小子小子 不用管了 这个人就是你的男朋友 对啊 太难看了赔不上你 我就喜欢难看的 你呀太好看了 所以我不喜欢 您哪位啊 这么了 我我 我 别执重嘛 我走就是了 他呀 刚刚在香港转机的时候 一直自眯眯的看着我 没留电话吧 当然没有了 你干嘛呀 别这儿 别这儿 疼 疼 十秒钟快速问答 现在开始 有没有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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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我 饿了吧 走 赶紧走 马上就堵车 我跟你说 马上堵 快快快 男的也没有告诉爸 没有 爸爸也没有告诉爸 没有 我什么时候出卖过你啊 那我就放心了 这次回来呢 我要给我哥一个惊喜 偷偷地把礼物 放进他的房间去 不说藏哪儿好呢 不行 不能问你 你们两个 臭其有见面 做人没底线 我跟你哥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他订婚了 快告诉我 我哥到底跟谁订婚了 是那个脑残疾 还是那个恐龙妹 不对啊 以我对我哥的了解 早该红牌乏下了 你早该更新你的信息了 有新品到店了 什么来头 正牌名院 滑浪集团千金小姐 那个妞啊 我哥换口味了呀 他靠什么 出卫事件 吸引我哥的眼球了吧 不 一见钟情 你哥挺真真的 好像 不可能 没有我的允许 我哥怎么可能在爱别人 来了 喂 在干嘛 在家 喂 我好无聊啊 你过来吧 我在忙 你在忙什么 拉肚子 拉肚子 哎呀 哎呀 等等等等 你拉完就过来 我真的好无聊啊 找点好玩的地方去玩啊 我玩不聊 我拉肚子 拉肚子 能拉那么久啊 我拉肚子你也管 哎呀 你要是这么无聊 你怎么不找你未婚妻下百情啊 找他干嘛 要他慢慢想我呗 哎呀 到底是谁店念谁啊 你啊 你不是拉肚子吗 那么多废话 你是叫我扣你工资 还是扣你年终虎包啊 嗯 那个 你就别扣了 那什么 我现在疼得抽筋 我肚子 抽筋 要不要去月啊 好好好 活着我过来看看你啊 哎 这事你就别看了 有时间你回去看看奶奶好吧 然后我那个就 我我不说了 不行了啊 我再见 看见了吧 这就是恋爱中的感觉 不可能 或好 真想更高 怎么办 起来 以上 都怪我 因为大《争力》 早ік 奶奶 哎呦 我的宝贝 今儿从地外回来呀 看都晒黑了 有没有想我 怎么不想你啊 那我现在有要事要处理 等一会儿再来陪你聊天 好 爱你爱你爱你 拜拜 谁动了我的房间 到底是谁动了我的房间 有没有人告诉我 谁动了我的房间 没人 你学会骗我了是吧 最讨厌别人骗我了 尤其是你 你快说呀 到底谁动我的房间 告诉我 是 是哪哥的未婚妻 他凭什么动我的房间啊 他凭什么 我哥知道 你知不知道 那天他在这住了一晚上 然后没带衣服 你哥好心就让他来你这找件衣服 他还穿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 他把我的衣柜弄得这么整齐 让我怎么找衣服呀 我现在完全不知道 我的衣服放在哪儿了 我不管 谢成 这事你再给我付全责 你凭什么是我呀 凭什么不是你呀 你明明知道 我最讨厌别人动我的东西了 你为什么不叫住我哥 你完全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你完全没有顾及我的感受 你心里还有没有我 我劝过你哥了 我还说 我说你要这么干 明娇肯定生气 可才不听啊 那我还不信了呢 我真的跟他说了 他还说如果你要是不发火的话 咱俩就没话题 没跟我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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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呀 现在 你们俩联合起来欺负我是吧 他欺负也就算了 他是我哥 你凭什么欺负我呀 你们两个狼狈为贱 哎 不是我生气了才有话题吗 哦 怎么不说话了 不是我生气了才能哄我呀 好讨厌的人呐 好讨厌的人呐 嗯 喂 你不是说来找我吃饭吗 我这边下大雨 你能来接我吗 你可以找别的男人来接你啊 嗯 行 如果你不来接我 那我找别的男人来接了 那好 那你找别的男人来接吧 嗯 嗯 你完全可以找别的男人接你了 男人嘛 都在那边排队等着接我呢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你找他们去吧 哎 等等我 你还给你进 Ahí 啊 我从 vent 企机女的 不然我怎么知道 你跟美女订婚了呢 对 未婚妻夏婉晴 我妹乔明娇 你好 我是婉晴 一直听到他们提起你 今天见到你很高兴 很高兴认识你 饿了 吃饭吧 警告你啊 以后别乱动我房间的东西 你去家里面 别理他 吃饭 吃饭 明娇 来 坐我这边 万晴啊 奶奶 万晴坐这边 大家都饿了吧 不饿死了 冻筷子 吃吧 好嘞 吃吧 来 不饿了 怎么了 要不然 我看我还是回去吧 干吗 明娇刚回来 我想你们一家人难得团聚 肯定很多话要讲 我这个外人在也不方便 人家可没话跟我讲 就是我想说也没人听啊 那你说 我怕我一开口就说错了 你想说什么 你看你看 我一开口就说错了吧 你不是饿了吗 我骂也不行 我骂也不行 夸也不行 到底想我怎么样 哥 怎么这次我一回来 连句话都不会说了 是谁连句话都不会说了 是谁连话都不会说了 明娇啊 你听听 这一屋子就听见你一个人的声音了 奶奶耳朵不好 你这一回来 奶奶这耳朵怎么也好了 奶奶 还是荆翻不会说话吧 惹妹妹生气了 是吗 是 那就行了 你们俩呀 从小就吵吵闹闹 没有一天不拌嘴的 明娇在外头的时候呢 家里没有人拌嘴 我还觉得挺闷得慌得 这下回来了 可热闹了 行了 大家吃饭吧 万晴啊 你好容易到我们家来吃一次饭 真是挺不容易的 我也很少有这么多人陪我吃饭 所以我今天特别高兴 吃吧 动筷子吧 嗯 吃饭 有这女人在我吃不下 嗯 你想怎么样啊 本来就是啊 她凭什么动我房间啊 弄乱我的衣柜 谁给她的全力 是我让她去你房间挑衣服的 人家好心帮你整理房间 你发什么脾气啊 我不需要她的好心 我就喜欢凌乱 那是我的个性 我以为吃饱了才撑得慌呢 你这饭还没吃呢 就这么凶啊 来来来 试试试试 多吃一点 看看什么效果 快点来 拿筷子 哎 好了好了好了 是我不好啊 是我不会讲话 对不起对不起 来 吃点压舌头 不过这次你回来呢 怎么那么多话啊 我就要饿死我自己 你呀 告诉你 除了靳元 没人有资格当我哥的女朋友 老娘 我和你都在弄定 我和你合适 Had 我对不起 我这么说 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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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今天你们全家因为我而不开心 那个讨厌鬼 他那个坏脾气啊 明明就是被我们全家宠坏的 女孩子嘛 是要宠的 不看这样下去啊 除拉创以外 没人敢要他了 其实他挺可爱的 听说今天 他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 结果被我打乱了 我是应该跟他道歉的 你不开心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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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吗 我说你有就有 我没有不开心 我只是担心 我担心你们会因为我而不开心吗 是不是想问 那那个竟然是谁啊 我猜 他肯定是你的众多前女友之一 让你难以往怀的那个吧 好了好了 我也并不是很想知道 我吃了 我好饿 好饿 我至于各自饭 是我的糟绕 还不严重 好饿 好饿 可以 好饿 每个人都要吃 阿姨 好饿 饿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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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你气了 听话 以后呢 就别再提靖元了 永远别提 我那是气话 你都不想我 我当然生气了 我不想你 阿臭那种就叫想 我的就不算了 哥 你真的不想知道靖元的事情吗 我上个月去美国还见过他 我知道 不是结婚了吗 嗯 你怎么不问问我 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关心一下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我来干嘛 哎 我也饿了 哥给你煮面 你会不会啊 当然啊 还伸手不凡呢 看看冰柜里有什么 好好 哥给你弄 番茄龙虾 那天使面一粉 怎么样 啊 喂 不要用这样崇拜的眼光看给我 哇 我们家的早餐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丰盛了 而且 全部都是我爱吃的 我就是怕我孙女 说一句我不爱吃 就一走了之啊 哪会啊奶奶 昨天晚上我才恍然大悟 还是家里的床 睡起来最舒服 你今天干嘛去啊 要见谁 打扮得那么漂亮 睫毛卷卷的 脸蛋粉红粉红的 奶奶 这 都是她的功劳 她 这是什么呀 有您这么资深的美女坐镇 我不打扮得漂亮一点 怎么能共进早餐呢 两个人呢 都以为自己是万人迷 来 让我看看 又有了什么新的纹身 奶奶 这个这个 二零一三一四 就是爱你一生一世的意思 是我想您的时候闻的 好假啊 你懂什么呀 连自己都不懂的人 哪会懂我 我懂 什么时候啊 你要把家里的电话号码 和信用卡的卡号 都吻在身上 那我就安心了 有啊有啊 奶奶 在我小腿上 爸 家里来什么怪兽啊 爸 轻一点啊脖子 爸爸不年轻了啊明娇 你刚才说什么什么怪兽 是说你自己吗 怎么早上才回来啊 昨天晚上去哪了 哎 你不是也很忙了 我经常都看不到你啊 想不想爸爸 我好想你呀 你在我心目中 永远都是最帅的 帅有什么用啊 男人在外面闯事业 还是得有能力 有本事 要不是乔氏 签了莫灵天的项目 士气大增 我哪里有精神 跟你在这里 轻轻松松地吃早餐呢 最近倒是 经常看到你在家里 自从今番订了婚 在外面的宴会是少多了 看来呀 是有人把他纳入轨道了 哥 爸 爸 爸 哥 你们两个神情好像啊 不可能 哪里会 曾 如果我们没遇见过 你是否还有临终 生活 猫 长出了翅膀 飞了多久 找到了另一颗心 才能安静的降落 原来海的尽头 还有片天空 你始终 你始终 牵着我的手 想停止漂泊 在遇见了你以后 就让我静静 陪着你一起感受 看天空 看天空 我为你挂满了 云朵 想爱过 事情带不走 我们的温和 要小心 还是一种收获 一路上 一路上 你和我 一路上 还有好多的话 想要 对你说 看天空 看天空 我为你挂满了 云朵 云朵 想爱过 好多 时间带不走 时间带不走 我们的灵活 要小心 爱是一种收获 一路上 你和我 还有好多的话 我想要 对你说 我感谢远 想要 你 有点